我们是在西班牙巴塞罗那的留学生 到目前为止西班牙已经宣布进入国家紧急状态了两个星期 我们已经停课两个星期了 但是因为在路上回国的话 旅途中时间过长 然后叫它交叉感染的风险很高 所以说我们选择留在这里 然后今天也是我们要出去采购一波的日子 所以一会儿我们要去一下尝试 我们现在要出门了 然后除了口罩之外我们还会套上云 因为我们之前没有买防护服 还有就是戴上一个小喷瓶的酒精这样 然后目前街上是没有什么人的 然后所以说现在戴口罩的人也变多了 可是还是有的人就是不戴口罩 然后又出来遛狗啊什么的 感觉还是中国人更重视一些吧 现在我们已经到超市了 然后超市门口是要排队的 一次就是只能有固定的人数在里面 所以你都出来另外一个层能进去 我们之间间隔要有一米这样子 我们全物质还是蛮充足的 然后现在超市都有配备 所以酒精洗手液和一次性手套 一定要先消毒才能入内 这是我们列的清单 然后这是我们今天就准备在这里买的东西 然后为了比较能囤聚菜的话 我们一定要看到这种冻起来的 然后就是像面粉啊鱼啊这些东西 所以的确就是空的还蛮快的 有一些水果货架是空了的 但是就是大部分的东西还是有的 就是没有出现那种 就是超市空了呀 你买不到什么东西的 装法就是所以都很好其实 然后我们这里卫生纸也没有暖屑 我们已经从超市回来了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冰箱 然后我们有囤一些蔬菜 然后蛋清 还有就是一些饮料什么的 然后在我们的柜子里还囤了一些 蛋啊还有泡面之类的东西 然后我们要倒一些鱼 然后这一层是我们的肉 然后这一层还是鱼和虾 然后这一层是冻的菜 一些米面和牛奶 然后大体就这样 之前呢已经有同学收到了 来自领馆的健康包 我这边呢也做了相关登记 相信不久的几天 就会收到来自祖国妈妈的问候和关心 然后呢最后也希望 就是我们在外的这些游学生同学 包括华人华侨朋友们 我们能自己做好防护 相信疫情会很快过去 加油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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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